所以打起来之后台湾会不会投降 我认为台湾大概率会投降 而且不会时间太长 几天之内 这个投降到时候可能都不一定是台湾政府组织的 可能台湾的有一些爱国人士 自己就组织一个社会团体 主动的跟中国政府谈判了 说我们投降了 这个没必要打了 大家都是中国人 是不是 我前几天在采访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民进党的支持者 就是出租司机 他在路上跟我们聊聊的时候 讲了相同的观点 我们这两天准备把它剪成一个片子给大家放 他的观点就是 一打过来大家一定会投降的 不会像乌克兰的 我觉得他可能讲的是台湾社会真实的现实 因为毕竟 两个同文同种 没有那种像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那种血海深冲 所以我也不相信台湾人会用打巷战的方式 去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然后到这边什么铁血屠城 我觉得 从这脱口秀的来宾 他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籍 我想他对于台湾的民主 可能还不够认知 而且更特别的是 中国在近年都被发现 他有刻意的就是介入其他国家政治运作 他根本不反共 他只是被体制抛弃 然后一直作梦都想回到体制内的人 朋友们 就算王菊喜欢故意说反华表现匿迹 如果在尝试问题上犯一两次错可以理解 但他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和中共口径完全一致 这就不能不拷问他背后的动机了 王菊是傻主吗 当然不是 这是一个现实准备冲规体制的人 价值观恶彻无比 只要一有机会 就必然会抱中共大脸 他只是隐藏的比较深 很多人被门闭而已 如果两岸真的开战 美国真的会帮助吗 会帮助多长 会下战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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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中共打一仗 我觉得不可能 我自己的判断没这种可能 我觉得台湾的选民可能也要认清这一点 就是不太可能指望别的国家来保护自己这个国家 因为毕竟中美都是这个世界上两个核大国 自从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 就没有发生过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 包括当年韩战期间都是代理人之间的战争 会因为台湾打一场两个核大国之间的这种战争吗 我认为不可能 有一些间接上的帮助有可能 比如说给点武器啊 给情报啊 是吧 这个除此之外 我觉得不用抱太大的希望 至于打起来之后 台湾会不会投降 我认为台湾大概率会投降 而且不会时间太长 几天之内 这个投降到时候可能都不一定是台湾政府组织的 可能台湾的有一些爱国人士 自己就组织一个社会团体 主动的跟中国政府谈判了 说我们投降了 这个没必要打了 大家都是中国人 是不是 我前几天在采访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民进党的支持者 就是出租司机 他在路上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讲了相同的观点 我们这两天准备把它剪成一个片子给大家放 他的观点就是一打过来大家一定会投降的 不会像乌克兰的 我觉得他可能讲的是台湾社会真实的现实吧 因为毕竟嘛 两人同文同种嘛 没有那种像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那种血海深冲 所以我也不相信台湾人会用打巷战的方式去战制最后一兵一卒 然后大陆这边什么铁血屠城 近期有关于这个就是脱口秀的节目 就是来宾近乎嘲讽这个声障人士的做法 我想是非常不妥 而且让人不安 而且难过的 同时也可能会有潜在这种认知作战的这个威胁 首先就是对于相关的这种节目 他的来宾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想就是大家都可以有公平的一个评论 因为毕竟声障人士 他在比较就是不利的情况之下 已经受到很多阻碍 那经由自己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成就 但是却成为这种特定来宾口中的这个笑柄 我想这是非常不合一的 也尽是一种就是歧视性的言论 第二个就是在认知作战的部分 从这个脱口秀的来宾 他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籍 我想他对于台湾的民族可能还不够认知 而且更特别的是 中国在近年都被发现 他有刻意的就是介入其他国家政治运作 以及民族的秩序 比如在欧洲也被发现有特定的国会议员 接受中国就是通信公司的资助 也就是政治现金 在相关的法案上面都采取有利中国的立场 同时在澳洲也被发现 有议员收受中国的这个政治现金当选 那后续也替中国成为了喉舌 那在加拿大也在调查 相关的中共的这个政治现金的流向 所以我想这部分我们都要特别的留意 同时我想更为就是明显的是 中国并没有所谓的民主选举 所以有中国来宾来评论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这个选举的过程 我想是有点像夏虫不可语兵 夏天的虫却谈论冬天的冰雪 我想这就本身就是一个逻辑上荒谬的所在 所以我想对于相关的这种节目的录出 更应该要依赖我们国民的这个公民意识 来作为媒体的试读 如此我们可以兼顾就是言论自由跟我们的国家安全 他根本不反共 他只是被体制抛弃 然后一直做梦都想回到体制内的人 王菊对体制感情深厚 其实王菊的确是丧家之权 逃到日本苟且残生也就罢了 可他偏偏自食甚高 还要宣布打造第一华文媒体 还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这就有点过分了 被他陷害过的话 朋友们马上回应 让他先学会做个人再说 朋友们 要激励王菊并不容易 此人脑残粉众多 猫神很可能会受到攻击 很多讨厌中共的华人 本来应该是猫神的战友 结果也被王菊的欺骗喜老所迷惑 变成对中共抱有幻想 看不清中共本质的人 甚至可以这么说 王菊是海外华人反共群体中最危险的敌人 具有极强的迷惑欺骗性 朋友们 王菊的厉害之处就是在所有的问题上 先给你下结论 再来顺着这个结论谈真相 朋友们 就算王菊喜欢故意说反华表现匿迹 如果在常识问题上犯一两次错可以理解 但他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和中共口径完全一致 这就不能不拷问他背后的动机了 王菊是傻主吗 当然不是 反共没有客观中立不偏不倚 就好像拉脆和犹太人之间不可能中立一样 王菊自己曾经在采访中承认 如果习建平给他一个县委设计当当 他马上就会回国 他在李日芬节目中深情呼喊毛主席 让人恶心不已 这是一个随时准备冲回体制的人 价值观恶臭无比 只要一有机会 就必然会抱中共大脸 他只是隐藏的比较深 很多人被门闭而言